民進黨立委董萊索的民調還沒典開 但是第一三区兩位如前的政經 近日最後的改端 立委委委員願意最好由到律師北斗 情報台南地檢視新亞辦公室齊林 更對處貴政府違反選百發 有將近30年居立的民進黨主持的黨員 也很重關心 後來相逢不可以向上攻擊 不然會叫郭民董邀 在這一次立委出選的過程裡頭 他在網路上不斷的一個抹黑 利用假帳號攻擊我 然後甚至在記者會 那個提出一些不實辯造 簡潔的一個新聞畫面 那指控就是說 我的一些贈送品是超過30塊 那我想這種汙蔑 就是社會把我的整個社會形象 社會形象一路的一個 迫害 抹殺掉 我實在是忍無可忍 那也無需再忍 我們民進黨這樣 有一個錯算 兩方這樣 產生這個 保障有一個 公共的情形 我看得很難看 大家 要獨不死 不要說保障有一個 公共的行動 那不是一個好現象 那是對手 國民黨來幫我們找 這樣不好 對手貴政府團隊表示 是否有會選是有在檢察官陣燈 團隊即是中 老會員等以來貫用的出發經理 全部都有歷史資料來作證 並沒有黑白白黑 會選的認定就是交給檢察官來認定 絕對不是依照所謂的批發價 更不是依照賴會員團隊提出的所謂2018的發票來做證據 要提出這種歷史的東西 或者甚至未來的收據 這根本是滑天下之大機 請賴會員自己搞清楚 然後至於從上一次 2019年一路到現在 用這樣的一個會選的手法 發放物資的手法 來吸引民眾來行會選之實 本來就是賴會員慣行的手法 本團隊只是把所有的歷史事實呈現在媒體面前 也向這個黨中央提出檢舉 另外大會員沒有說到對手 疾控自己跟公典的約定告結 是怕人或救人 貴政府的公司李退支 本身就是大型公典約定的統一黨組 對手李退支回應 本人是外部的黨組 並沒有間諾到公司約部的執行 對著大會員黑白白黑 將會採取法律的行動 南天新聞信仰綜合報道